我爸出事我9歲 我爸是毛澤哥密書 這事我養兒女不知道 住凡那時候我爸被批鬥 我媽形容見到他的時候 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就是說這個人一點點油水都沒有 真正的皮包裹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 我就成了黑青類藕仔子 剝起自己的父親、母親的時候 你得說,這是家裡的狗爹、狗媽 當年我父親他們隨軍起義 可是到了190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 就被當成所謂歷史反革命 就宣判死刑,就執行了死刑 我們老家那個地方 在大躍進的時候 被餓死了一半的人口 人說那個時候連老鼠都被吃光了 然後就開始吃人 太久之前大家還對政治體制改革 會抱有期待 但是那個瞬間 這個希望肯定是破滅了 那後來30多年過去了 你就會看到 他是不可能認錯的 不認錯的話 你要靠什麼來維持 就只能靠欺騙 我看建黨百年第一件事兒 應該說 像被中國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 搞死的人表示確疑 這樣建黨百年就有紀念意義了 說那一件事兒 作詞・編曲 初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